這個他們都非常歡迎 我覺得這家公司前景可期 其實看到這裡 大家就想說剛剛的一夜合作有哪一些 我們一起來關注一下 因為包含了剛剛我們講的音樂產品部分 還有所謂陳寅哥提到的授權 甚至藝人經濟甚至跨界合作 都是目前這家公司未來積極發展的區塊之一 所以我要請到紐教授 如果說以這個行銷的方式來看 這唱片公司真的很會做公關 還會做行銷 尤其在這個延伸的商機 他不是只看短線的 他看的是未來長遠的規劃 的確如此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華妍作為一個有前瞻性 或者有企圖性的一個唱片公司 他其實很精細了對每個藝人 對旗下的一個 旗下的所有的藝人 做了個別不同的區隔性的 品牌形象的設定 因為一個前瞻性的一個公司 藝人就是他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所以他今天如果在這個 最重要的資產上面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個經營 意思也就是說 幫他們每一個人去做他們 事情事性的一個品牌形象的一個塑造 創造的一個利潤 其實是對公司來講的話 其實是相加相成的 因為所有旗下的一些藝人 每一個人他都發揮 他自己品牌形象的一個定位 去創造一定程度的利多 跟效果的話 這整個加總起來的一個綜合效果 就是在華妍身上 所以對華妍那個品牌形象 他絕對是有加分的一個效果 就像自靈剛剛所提到 所拿那個板一個上面 那個基本上就是 藝人作為他的一個品牌 有自我的一個品牌形象定位 他就可以去產生 他的一定程度的獲利的一個模式 不管是授權或是音樂的一個商品 或者是所謂藝人經濟 這些相關的一些內容的一個部分 他都可以放開手腳 去在各個面向上面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個經營 其實比如說 如果是就授權的一個部分來說的話 不管是影音的一個授權 或者是KTV 或者是公播的授權 或者是我今天主題曲 要授權給動漫 或者是卡通 或者是戲劇節目等等 或是連續劇等等 他都可以創造他一定程度的一個利益 比如說他這個授權的對象 其實面向也非常非常的廣 比如說KKBOX 或者是iTunes 或者是中國的三大電信公司等等 或者是我們都很清楚了解 比如說SOHO 百度等等 騰訊這些相關的一些媒體等等 這都是他授權的一些相關的一些面向 或者是如果是就整個音樂商品來講的話 除了有最致視的整個專輯之外 還有相關的DVD 或者是藝人的商品 藝人周邊商品等等 當然包括他自己本身的圖文並茂的寫真集 好 這個部分其實 如果你以整個旗下的一個藝人 他鮮明的品牌形象去做出發的話 其實就像剛剛我們小姐講的 有很多的粉絲 他都會毛起來去買這些相關的一些周邊的一些產品 那我們再來看看所謂的藝人經濟的一個部分 那這一塊來講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懷疑獲利 藉由藝人當作自己品牌獲利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模式 特別去強化他多元化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特色 比如說今天旗下的藝人去做一些商演 或是做一些電影裡面的主角 或者是戲劇節目裡面的一些角色 或是音樂會或是演唱會等等 其實他都有一定程度相當可觀的一些獲利 所以藉由這些相關的操作的一種方式 他基於藝人所有的品牌形象的一個定位 他可以去進行很成功的一種跨界合作 跨界整合我不管是跟手機業者 去做一些藝人的一個代言 或者是我去接觸整個數位商品的一個領域 或者是我旗下的藝人去代言化妝品 或是代言服飾等等 或者是代言anyway任何比較popular 或是比較fashion的一些商品 我都能夠創造所有的整合的一個效益 而這個基礎的出發點 就是華言幫旗下的藝人 做了非常清楚鮮明的品牌形象定位 明星幫公司加分 然後公司再幫明星加分 互相加持之下感覺商機很大 好像真的可以買的感覺 但是我要問一下 從哥其實很多人投資就是怕會虧錢 之前有很多金控公司看好是台灣的國片 覺得說台灣國片在大賣之後 應該好幾個未來也都是名譽之星 但是沒有想到投入之後 有時候回收不敢說 但事實上的確民生賺到了 但是投資的錢 有時候真的是當公益來做了 對 我們要研究一個產業說 到底能不能投資的話 最重要就是看它的全球趨勢 如果以全球化來說的話 包括說我們現在的無限寬頻的 這個環境越來越多對不對 然後這個世界化 越來越明顯的狀況之下 你看美國一部片子賣到台灣來 賣到全世界 票房都是幾十億 如果好的話 幾十億美金 這是從來美國也從來沒出現過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本身國內的政策支持 包括台灣把這個文創業 視為是未來的重要產業 中國也是一樣 日本也是一樣 韓國也是一樣 美國也是一樣 所以文創業就是未來可以投資一個標的 但是文創業其實一直面臨到一個問題 台灣來說的話 就是以前的市場不夠大 但是現在有中國市場加入之後 我們看到說很多影片 包括說像這幾年的海角7號 或是那些年 甚至說猛甲這些片子 都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當然這麼好的成績之後 你當然這些金控業者就願意去投資 很多風險投資業者就願意去投資 但是投資之後結果到底怎麼樣呢 我先跟大家大略算一下 這個要怎麼去算 譬如說如果一個電影的成本是4000萬 那它到底多少會回本 你不要看到票房說 它好像票房是4000萬 它這樣就回本 沒有 它這樣還是虧錢的 因為你要把它 這個它的成本乘以2 也就是說如果它是4000萬的話 它票房要8000萬才會賺錢 因為它這個 如果做這個賬 這個票房在分的時候 它是公司跟這個店員 各差一半的這個水準 所以你要這樣子來算 那這幾年的話 很多金控業者當然也看到這個商機 他開始要願意去投資 那最明顯的那是開發金控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華眼他有投資 他這幾年來投資 他大概賺了80幾個percent 包括說他有投資 一些電影公司 都或多或少投資 不過就這些金控業者來說的話 他不敢真正大舉壓 他只能夠算是買樂透的樣子 今天誰要拍哪個片子 賭一賭啦 對 我去拍哪個片子 像這個志氣 志氣就是這個永豐金控他有投資 後來這個票房也還可以 還得了金馬獎最佳新人獎 對 但是聽說好像也沒有回本 中信金也是一樣 中信金他也是有投資一些 像之前的殺手歐陽盆栽 甚至猛假他有投資這部電影 甚至說華南金控國泰金控 他其實都有在或多或少在投資 但是他們更常用的方法是贊助國片 比如說這一次看見台灣有很多金控 他就直接贊助旗下藝人 旗下員工去看電影 所以我覺得就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金控業者他可能也沒有相關的know how 譬如說你這部片子到底會不會賣 你問他他其實搞不清楚 對 到底這個怎麼樣他們都不知道 甚至對整個產業的環境 其實他們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們目前用的方式 就是蜻蜓點水這樣子的方式 但是如果真的台灣文創業要持續發展的話 這些金控業者真的要多多贊助國片才是 其實講到文創這兩個字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松山菸廠可以這麼多人 就覺得說好像這樣這兩個字 可以創造很多的獲利 所以我要問一下陳映哥 其實之前大家也說是文創相關概念的 霹靂國際 他做的也不錯 雖然說有人覺得這個布袋系的市場比較小 但是他海外收益還不錯 當初新貴的時候 一掛牌也是衝破百元俱樂部 是 霹靂 他一掛牌的時候 他的新貴登陸價102 盤中最高衝到210 現在還有100多塊錢 很多人在想說 為什麼布袋系能夠衝到200塊錢 他的價值在哪裡 我們這麼說 他叫做 轟動舞靈 嚇動萬狗 這個布要改成古了 轟動古靈 原因在哪裡 當時我看了這個 霹靂布袋系的法說會之後 我才了解 他們的老闆 他很有自信的說 別的明星會跳槽 我們的明星不會跳槽 別的明星拍戲 很相當的 就是 打了體驗 那本來就大振動 他是造成的 對 所以還好 會找到 ainsi 人物質的 去年預估大概4塊6毛多 今年的話大概還有挑戰5塊錢 那當然未來還有更高的一個水準 當然接下來我們就說 股票一定是看未來 它的未來的話機會在哪裡 就文化創意產業所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現在全世界的大環境是這樣子 觀眾沒變多 選擇變多 為什麼呢 因為媒體走向分向了 同時手機跟整個平板電腦的興起 網路的興起的話 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 包括電視 報紙這些通通都受到影響 但是它另外一個好處就是什麼 你如果抓到你要的群眾 你成立你的粉絲 他們對你的崇拜跟崇愛的話 這個是沒有辦法去做言語的 他願意為了你晚上 可能排個三天三夜的隊 所以對於PT布袋戲的話 他接著就是擴大他的市場 可以配上英文字幕 我們說老外看不懂布袋戲 但是全球這麼多老外 只要有千分之一有興趣的話 這機會就很大 對岸的十三億人口 我們比如說福建省的話 江米南域的也很多 所以你可能配上國語的字幕 也可以吸引到很多的觀眾 這就是PT布袋戲 目前正在做的一個對象 那麼接著呢 包括像是成立園區 迪士尼有迪士尼園區 PT布袋戲 也可以有自己的一個園區啊 同時呢 未來它還要再攻佔 包括像是上海資金區 因此當一個 從本土的戲劇 它開始擴展到文化創意的話 它的想像性空間自然浮現 其實呢不管是哪一種的產業 都希望能夠觸及海外 把市場做大 畢竟台灣的市場相對來說比較小 也因此如果接近日韓過去的例子 它們如何成功 我們稍後告訴你 說到的影視娛樂業呢不管是唱片 或者是過去呢像是這種卡通動漫呢 都有集資掛牌的案例 其實我們要接近一下我們非常鄰近的日韓 日韓呢其實走在我們前面 不管是偶像劇的包裝啊 或者是這種影視娛樂業的蓬勃發展 都讓大家嘖嘖稱喜 因為呢光是一首江南style 就已經紅遍全世界 所以如果說以日韓的發展來說 有哪些地方 是讓台灣可以值得學習的呢浩如 其實日本來 我們小時候一直都是看這些卡通長大的嘛 對不對 包括哆啦A夢啊 我們以前叫小叮噹嘛 這些一直是日本以來的主力嘛 那以前我們大家也都在看 聽日本的歌啊 SMAP有沒有 木春拓齋啊 然後安世奈美惠 化學超男子 有喔有喔 對然後呢聽他們的歌 那我們看的偶像劇長假 什麼海灘男孩啊 麻辣教師啊 這種都是日本 那為什麼現在改成了這個韓國呢 韓國現在我們聽的 Big Band是韓國 少女時代啊 然後這些都是韓國的音樂 看的也是韓國的劇 連媽媽婆婆都是在看韓國的婆媽劇 對不對 當初呢其實日本會紅 我覺得日本它有一個很特殊的這個產業 日本產業的體系 就是呢他們這個 譬如說社長 還有經濟公司管制非常的嚴格 然後呢形成了一個日本娛樂產業 非常特殊的文化 因為他們都是經由非常嚴格的訓練 然後你慢慢爬起來 甚至他們每一年都有非常嚴格的評比 是自己這個內部的評比 SMART每年都有辦運動會嘛 雖然是好玩或幹嘛的 但是我們看近代 譬如說AKB48對不對 他們每年他們有這麼多的團員 他們每年呢光是投票選舉 今年誰可以當封面 哇那裡面的鬥爭就已經是你死我活了 而且有48個要選 真的太難了 對然後所以他們形成了一種很獨特的文化 而且他們造偶像的功力真的是非常強 所以他們的偶像你常常你以前看 哇松島菜菜子你看返丁龍史木村拓哉 哇遙不可及好遠 然後好喜歡他們好欣賞他們 但是韓國這幾年來 他們反其道而行 韓國走平易近人 走時尚路線走國際化 所以他打的是全面的路 韓國的偶像他不再是高高在上 他也可以像上強心臟 他也可以挖鼻孔 他也可以把他的這個2PM的郁澤妍 派去我們結婚了 跟另外一些女演員兩個人演假夫妻 親親愛愛的 這個在日本的產業裡面 我們真的看不到 而且日本的經濟公司管得很嚴對不對 那韓國呢除了經濟公司的力量 譬如說兩大集計公司YG跟SM之外 日本的韓國的這個政府 也在這個非常有計劃在推動他們這個文創產業 譬如說K-pop 他們就跟Google合作嘛 然後呢就推了這個江南大叔的奇馬舞在Google上面 2012年的7月Upload上去 到現在18億次的點閱率 都還沒有人能破耶 對江南大叔 江南大叔紅到CM